很多做廣告界的朋友 都聽過什麼是NFC 在這個影片我會跟大家分享 究竟有什麼不同的方法 可以運用到NFC 在廣告裡面 哎呀 刪了 咦 出了去吃飯 咦 有得嘟的 看看 喂 我到了 想拿一個產品 你什麼時候回來 很多的店鋪 或者小店鋪 通常只有一個人看店鋪 我們可能會去洗手間 或者吃午餐 現時很多的情況 就是在玻璃上面 我們可能會貼一張紙 寫下自己的名字 和電話 令到有客人來到的時候 可以聯絡我們 其實這個很少被客人利用 而其實我們有個方法 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利用NFC放在門前的時候 客人可以一拍 就馬上開了你的網絡 他就可以很簡單地 發一個訊息給你 你就會即時知道 他什麼時候到 你也可以即時回覆他們 究竟你會什麼時候回到店鋪 哇 這個展望 我想看了很久了 是啊 那我們不要想了 馬上預約吧 好啊 咦 可以就這樣拍NFC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不如選個日子 好啊 你想哪天可以啊 走個禮拜 這天都可以啊 這天都可以啊 那不如就這天吧 好啊 好啊 其實大部分的廣告 都是發放很多資料 很多資訊給客戶 但是很少呢 是能夠從客戶得到一些 feedback 得到一些 interaction 利用NFC放在一些廣告上面 其實能夠有效地量度 廣告的有效性 從而也都可以 將marketing轉了做sales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廣告商 利用了NFC放在他們的廣告上面 好似這個例子 有興趣的朋友 看到郵箱廣告 買二送一 他就可以拿手機出來 輕輕拍NFC這個位置 然後你看到他一按下去 他就會去一個WhatsApp 可以直接聯絡到這間公司 那這間公司收到這個WhatsApp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見到 是郵筒廣告 買二送一 那他可以即時給回相關的資訊 這個效果 喂Steven啊 我想寄東西去英國啊 但是呢 我去到的時候 他給了這張LeafLab給我 但是呢 好像很複雜那樣 你懂不懂怎樣用啊 哦 讓我看看 嗯 都不是很複雜而已 都好像很簡單 他有三個step 那第一個呢 叫我們上這個投記儀的平台 那他都給了NFC 我們呢 就去做這個連接的了 拍完之後呢 就去了這個網站 那我們就可以打進去 我們要寄的地方 然後呢 其實在電話裡呢 他都給我們看 那個郵帶時間是多少 還有油費是多少 那最後第三個step呢 他們就叫我們拿了所有東西 去郵政局投記 那就完成了 OK 那又很方便了 如果你都考慮著 你用NFC放在你的廣告裡面的話 那就歡迎聯絡我們 那又或者你可能在想 究竟還有沒有其他場景 或者方法可以利用到NFC的話 歡迎繼續留在我們的頻道 MING PAO FAD